中秋前,孩子吃的螃蟹是特别好吃 今天我又买了几只,给大家分享一个香辣蟹的做法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将螃蟹给它松绑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两勺食盐 再来点白醋,一小勺小苏打 然后给它搅动搅动 扣上盖子,浸泡10分钟 这样浸泡的目的,一个是可以去除异味 第二呢,是螃蟹在这个盐和醋,还有小苏打的清水里面 它就会吐出一些脏东西出来 可以达到很好的清洁螃蟹的作用 10分钟后,这个水也会很脏 然后我们用牙刷把螃蟹刷洗干净 再把后盖给它翻起来 然后再刷洗一下 一定要像我这样抓到后盖 这样螃蟹它就潜伏到自己了 多给它刷洗一下,给它刷干净一点 后盖的话,然后给它扯掉 洗干净之后 再给它背朝下,用刀给它切开 现在正式吃毛蟹的季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蟹黄,非常的饱满 这个蟹钳是不能吃的 我们可以用剪刀给它处理一下 给它剪掉 像这样,螃蟹我们就处理好了 剩余的螃蟹也按同样的方法处理 这蟹黄的香味扑鼻而来 处理好之后,先给它放入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在螃蟹的刀口处 给它沾上生粉 这样蟹黄在喷热的时候就不会散落 全部处理好之后,先给它放入盘中 剩泡螃蟹的时间,我们来切点小料 一把小葱,给它切成葱段 一小块区别的生姜 给它切成薄片 螃蟹是含辛食物 所以我们要多切点生姜 给它中和一下 再准备点蒜子 将它切成小块 切好和小葱放一起 再准备点干海椒 给它切成细圈 切好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将锅烧热 下入少许的食用油 把螃蟹给它煎一下 像饭店的话 都喜欢用油炸 炸出来颜色更加的好看 留着之后下入螃蟹 给它小火慢煎 煎的话颜色就没那么好看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条件 来制作 一定要口子给它朝下 加点生粉 给它煎一下 可以封住口 这样线黄就不会跑出来 给它扣上盖子 煎至定型 小火煎一分钟左右 煎至像视频中这样 然后我们再给它翻个面 扣上盖子 给它煎至三面金黄 煎好以后 我们将螃蟹 给它盛出来 哇 这个螃蟹已经煎得非常的香 煎螃蟹里面的油脂不要倒掉了 下入姜蒜 干海椒 开小火 给它煎香 煎香以后 下入一勺豆瓣酱 一勺香辣酱 开中小火 给它煎炒出红油 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 把螃蟹给倒进来 然后给它翻炒均匀 再往里面加点蚝油 来点生抽 给它提味 再来一罐中秋喝剩下的啤酒 再给它搅动搅动 挥发掉啤酒的味道 接着往里面 加入我家后山的山泉水 给它没过螃蟹 烧开以后 再扣上盖子 转中火 给它焖煮六分钟 如果口味重一点的 可以加一小块 火锅底掉 再扣上盖子 转中火 给它焖煮六分钟 六分钟以后 我们再转大火 给它收下汤汁 中秋节 螃蟹是卖35块一只 过节后 降了五块钱 我买了起汁 花了五百一十块钱 吃完后 真的是眼泪 要从嘴角流出来 一家人吃的话 我喜欢里面加点配菜 喜欢吃年糕的 也可以加点年糕 我喜欢吃土豆 就往里面加点土豆片 这样分量就会特别的足 而且土豆也吸出了汤汁的味道 变得特别的好吃 然后扣上盖子 转小火 将土豆再焖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 我们打开盖子 然后开大火 将它收下汤汁 哇 真的是太香了 汤汁收的差不多时 再来点胡椒粉巨星 再来十八粒鸡精 然后把葱白也加进来 再给它翻炒均匀 一道香烹烹的香辣蟹就做好了 一道香辣蟹 汤汁都复活在食堂上 特别的入味好吃 喜欢的朋友 可以按着我这个方法 试一下 真的是太香 太有食欲了 整栋楼都能闻到香味 这样做的香辣蟹 真的是好吃到舔手指 每次一上桌 立马光盘 螃蟹经过十多分钟的喷煮 真的是非常的入味 连土豆都吃起来很哇塞 喜欢的朋友一定按着我这个方法 试一下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要开吃了 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好了 我们开饭了 一个螃蟹 然后主食 今天不是米饭 是我做的面鱼 炒西融柿 炒那个小蔬菜 炒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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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肝非常饱满 全部锁住螃蟹里面 整只好吃了停不下去了 喜欢阿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 再来分享 找阿剑 天天相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